现在是九点四十九分的时候 有量到一三八六十四七十四 麻烦你身后那本书给我一下 我照一下我刚写的 再过去到了 那之前量到的血压是 我刚刚记录下来 在九点四十四分的时候是 一一一六十五七十五 那因为在五分钟之间 从左手右手差了二十七 所以健全认为说 我们需要再重量一次 那这一次他很仔细的确认 这次的量血压 没有压到衣服 他非常仔细的在确认这件事情 那在这个从头到尾的时间 妈妈都在睡觉 那我们想要 你要这个 OK来 那因为健全在之前 他的工作 他是中途市民的市长人士 那他在还没有那个市长之前 他的工作是 曾经 曾经做过 曾经做过 卖医疗器材 卖血压剂的 专门 他是专门卖血压剂 怎么可能你的工作是专门卖血压剂 应该很多东西在卖血压剂 只是你其中一项吧 应该是说我们那个是某某血压剂专卖店 然后当然还会出间卖别的 但是我们是血压剂专卖店 在成德路那边 居然有这样一个血压剂专卖店 所以表示您在这方面是专家中的专家 没有 只是看过一些paper而已 是 报告 所以我非常的放心 把羊血压的这件事情交给健全 那他也认为说 要量出一个最正确的血压 才能对这个病人来做一个最好的处置 因为你源头上都不清楚 你下药当然不可能精准 所以他非常注重这个血压的量测 那刚刚在五分钟之内左右手差二十几 他认为这个是非常奇怪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所以他现在又重新来量这个 左手 那为什么左右手要量 因为之前我们都以为要量剑侧 就是没有中风的那一侧 但是我们经过去找过血管 心脏科的这个主任 他告诉我们要量这个中风的这边 那 诶 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 我看一下 12765 你给我一下 这个是比较接近一般的 1276572 这是9点54分 那他认为说 要量这个中风的这一侧 那所以现在 因为一般来说都是要量剑侧 也就是左手 所以在基于这种情况 我现在的政策呢 我现在的对应 对应的方法就是左右手都量 对 好 谢谢你 我现在就是左右手都量 那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是12765 所以等于说 我们现在就认为说 现在的血压 是比较 左手 比较偏正常 因为他一般不是 不是那个 正常的比较偏低 跟换侧大概偏的 大概9左右 9到10 以前的记录啦 换侧会比较高一些嘛 对不对 这是以前的记录嘛 嗯 对啊 所以127应该是 比较正常的一个数字吧 OK 好的 谢谢 所以前面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我们不知道什么状况 可能是会有那些问题的 OK 好 知道